这一群乞丐正手拿武器准备干一件大事 可把我们刚入伙的康熙也吓坏了 塔威夫四方本来是为了了解情况调查一桩约案 却没想到直接成了劫狱分子 原来是罗锦鸿收到消息 受人也要对他爹罗士忠动手 情急之下他就招呼丐帮的兄弟们 抄起家伙一起去劫狱 康熙虽然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 但也觉得他们这样不妥 这样出去弄不好会判个造反杀头的罪 有礼反而成了没礼了 解红以为康熙怂了 于是将他留在破庙 我们这万岁爷的小脾气一下就上头了 我还没怕过谁呢 康熙表示不是自己害怕 而是觉得过于草率 他自己安排的人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亲自杀 可具体情况他又不好明说 就在这时小起开突然跑来 递给了康熙一根棍子 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红烟道上面不是还有管着他的人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嘴里总离不开个关子 都混得失手要饭了 还是什么人呢 苦人呗 罗锦红就不亲切 也不准备跟康熙多做废话 砍掉脑袋 碗大哥吧 我说一个青州府了 热极了 冲上金轮殿 杀了皇帝老儿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此话一出 吓得康熙瑟瑟发抖 好家伙 只能庆幸自己的身份 还没有被识破 要不然 有极大的可能会小命不保 眨眼见 丐帮的人全都出了破庙 康熙秉持着 打不过就加入的想法 跟在了他们后面 与此同时 这青州知府 已经开始审理 罗世昌的案子 要说这罗世昌 可是一位标准的大清官 不卑不亢 也不与贪官通流合污 为官今年 却一心未明 将流民和贪官的 所作所为 如实上奏 即便面临死亡 却依旧无所畏惧 因为他坚信自己做的 都是对的 只不过 这样耿直的好官 一般都会成为众矢之之地 罗世昌也没能例外 但他运气还算不错 康熙为了救他 可是在丐帮吃了不少的苦 甚至都被逼着 准备劫狱了 这个乞丐气喘吁吁的 好到一面围墙跟前 卯足了劲 向里面扔了一个小纸条 然后抓着自己的木棍 就是一个百米冲刺 而院内的怡飞等人 打开纸条发现 上面写着 原来刚才那位乞丐 就是当今圣上康熙 他想救人 自己却身处丐帮 只能向自己的小伙伴 寻求帮助 康熙一直觉得事有不妥 奈何 罗锦鸿不听劝 所以他才出此下策 与此同时 我们这案件的中心人物 罗世昌 还在跟知府对质 却不想现在的官道如此黑暗 一个个把国家的江山设计 都变成了自己的身家仕途 此话一出 记得知府当场就想弄死他 但表面上还要装作不在意 而另一边的罗锦鸿 带着丐帮众人 已经来到了府衙门口 正与官兵僵持不下 丐帮的伙计们 看着官兵手中的长矛 都有些退所 只有康熙没有后退 这种情况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却含了罗锦鸿的心 他准备来个鱼死网坡 今天救人 力所不够 但也只求一死 你尽我心 双骂就要冲上前去 却被康熙拦住 让他再等待一下 毕竟 还没有到需要拼命的程度 救兵已经在路上了 可心灰意冷的锦鸿 哪里听得进去 直接拿剑对准了他 康熙只能一个劲的躲避 却不想 一个不小心 发现了几红的女儿身 看来 这缘分到了 还真是倒也倒不住 这位不卑不亢的清官 正准备以死明智 向我堂堂罗氏长 乃以宝学之事 是可杀而不可辱也 今天让你们这些 势力小人 实行于我 实在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眼神锁定柱子之后 就准备往上冲 结果就在冲刺过程中 被绊了一跤 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三得子终于赶到现场 将倒在地上的罗氏长 扑了起来 然后走上前 拿出自己刚刚戏毫的假手遇 大声宣读 欲奉八府巡案 于世龙手遇 青州府五连县之县 罗氏长一案 一不能审 二不能行刑 三不能判 手间 待本巡案制 再做审理 这可把罗氏长开心坏了 他现在应该十分庆幸 自己刚摔了一跤 否则就白死了 可这青州知府 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见三得子有些衍生 怀疑他手遇的真实性 但我们这三得子 毕竟不是一般人 一直跟在康熙身边 这眼睛自然是不会差 他完美的避开话题 问起了知府身边的人 而这个猪队友 也是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既然是索尔图的手下 而三得子 也终于弄清楚了幕后主使 连索阁老都管上这事了 这位索爷 您是什么爵位啊 啊 没有功名 洪大人 一个没有功名的人 也能跟您坐在一起审案子 您这个知府 可当的也够灵活的 他的话 成功唬住了知府 减效果起到了 三得子就立刻撤退了 顺利完成了康熙的任务 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康熙回到了破庙中 所有乞丐都已经进入梦乡 而我们的万岁爷 又在日常思考人生 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皇帝 做得非常失败 不知道百姓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那么 得知真相的康熙 又会做出怎样的改变 而他已落井后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个我们下集再说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